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孤单恐惧时 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与保证呢 创世纪第28章 我们看到神主动寻找雅各安慰与鼓励 父亲在雅各要离开的时候 父亲给雅各祝福 并且提醒他不要娶家男女子为妻 要回到外祖之家娶妻 并且父亲祝福他生养众多 将来成为一个大族 并且亚伯拉罕之福要领导你 神赐这个地赐你为业 要承受地业 雅各的回应 他就顺服地往外祖父 巴旦亚兰的地方前往 姨嫂看父亲看不中 家男女子他又娶了一时玛丽的女儿为妻 但这样子婚姻并没有改变 姨嫂是属乎血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到雅各离开了家 而当他晚上做梦的时候看到一个天梯 使者上去下来 他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唤 神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 伊萨的神 我要将你躺卧地赐给你 你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沙 万族必因你的福 神要保佑你 并且带你可以平安顺利地回来 直到成就所应许的 雅各非常的惊讶 他心来说此地是神的殿 神在这个地方 于是把石头立为柱子交友 命名为伯特利 就是神的殿 并他向神许愿 神如果你若保佑我 赐衣服赐平安 让我平安回来 我就以神为神 十一奉献 可以看到雅各的信仰 是很条件式的 是很交换式的 但是即便这样子 稚嫩的信仰 上帝仍然主动地拜访 安慰鼓励 在他最恐惧的时候 神与他同在 是的 我们生命真的稚嫩 真的渺小 但神看到我们 在神面前的恐惧 的彷徨 上帝来 要来安慰 要来扶持鼓励 我们来祷告 耶稣愿你恩待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看见 你是列祖的神 你是与我们立约 并且施恩守约的神 主啊 恳求你开恩 让我们进到你的平安 与保佑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以神为神 向神献祭 回应主爱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